作为两个项目的这种顶端的这样的选手 以这样的一个骂战开始 我觉得还是多少会给我们粉丝们 对吧 有点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吧 对我也是 我也是这样 反正如果你们两个打 你们两个有什么就觉得 反正有的时候 他们两个互相回的有点 有点看不 我都看不下去了 说实话 我希望他们两个就是打起来 或者对我们来一个 对吧 一年的一个热度 我们就是讨论这些 因为本时候对我们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 至四十分钟 古身壮阳 严实驻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方方他们 就让他们弄吧 我们就看看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稍微 对我们的这个 这么多人关注 我们这些人 我们就是探讨一下 对我们的观众来说 粉丝来说 是一件好事 对吧 这个江湖永远都不可能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呢 那也不叫江湖 挺好 给大伙提供这样的一个谈资也好 或者说一个噱头也好 大家期待吧 我也很期待 真的 我也很期待 真的 我分析是 两个人把这个事情挑起来的 挑到一定高度 一定热度了 这个时候该谁介入了呢 该赛事去介入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赛事要介入 赛事介入怎么办呢 通过媒体的方式来跟两位谈 来我这赛事比赛 或者UFC出头 现在应该UFC或者是国内的 哪某一个比赛开始出头 开始说你们两个可以打 打来我这里来我这个平台打 对 现在他们两个人 如果还让他们两个人吵的话 我觉得这个打的可能性不大 对 光吵来吵去 不大不大 就是赛事 赛事 就是赛事 对 该资方介入了 就是赛事 我觉得该资方介入了 有钱的能开始出下 就是 最后最后他们的平台就是赛事 对不对 赶紧想办法你弄 或者UFC弄 就是有一个赛事 跟那个UFC沟通 关键理解量 他说了也不算 他跟那个UFC有合同 就是UFC直接从口 然后 好